不過這場戰爭到現在還沒結束 現在又有最新消息傳出 是俄羅斯有一招目 這個黎巴嫩 什葉派的武裝組織 真主黨傭兵來加入戰局 這是根據今日以色列報的報導 說這個伊朗資助成立的真主黨組織 目前已經跟俄羅斯傭兵組織 華格納集團來討論 將派出多達800人跟俄軍來一起作戰 那雇用一名戰士的費用 大概折合台幣4萬3 這是目前俄羅斯傳出來的新消息